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取求白就义以后 鲁迅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知音了 郁达夫的文字和生命都具有奇异的魅力和能量 好在浙江现在还有一个郁达夫小说奖 此外还有赵树里 虽然他是主流文学观的代表人物 可是我认为赵树里的文学价值并没有被充分认识 最后我选的还是金庸 一来 这个周末正是金庸的忌日 二来 金庸是真正被广泛的阅读 同时又是真正把中国文化组合成了世界华人极体叙事的作家 我实在不确定现在还有多少人读《多余的话》 《春风沉醉的晚上》和《小儿黑结婚》 虽然阅读数量并不构成严肃文学的价值标准 但是当我们把现代和文学这两个词组合到一起的时候 又必须要充分地考虑这个角度 卓科老师前一天问我 在几百年以后 金庸武侠的文学地位会不会和四大名著一样 我那个时候才意识到 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 又好像是一个站在文学内部不容易看到的问题 四大名著的意义不就是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群体叙事吗 它的基础条件很可能取决于当时的阅读和传播的程度 被普通读者拿来寄托自我的频率 以及和未来的新媒介的融合程度 我们在现代文学里很难看到比金庸更合适的标的了 我当时草率的奇奇怪怪的估算出了一个60%的可能性 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金庸的语言表达 拖累了他强大的精神感悟 建立和完成命题 以及统筹结构的能力 他的小说书写过于平均值 其中抚慰性的东西太多 挑衅性的东西比较少 我的估计很可能是没有找到重点 那就是金庸和时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未来文学史的判断尺度又可能会是什么 金庸的出现本身就打破了原来的现代文学叙事结构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 海峡两岸对于武侠小说的评价都很低 乃至被列为是禁书 也就在那短短的几年之间 金庸小说开始迅速经典化 到1994年 在由北京高校人文专业的全文学者团队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里 已经把金庸列为了第四重要的当代文学家了 按我前几年写课稿所收集的材料 促成这次文学史转向的学者包括 著名的红学家冯其庸 著名文学毕童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严家严教授和王一川教授等等 以至于很多的研究里都用上了登峰造极 文学革命 不次于石头记 这样我认为是不谨慎 不适合在学术场合出现的描述 我的个人怀疑是这样的 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昨天所说的后现代的先锋文学 已经发展到最顶峰 莫言发表风乳肥囤 余华发表许三观卖学记的1995年 可以作为一个标志 之后先锋派逐渐褪去的光芒 变得个体化和普遍化了 另外王硕也是在这个时期 从创作小说转入到了影视圈 我的这个怀疑再说下去 那就要开始得罪人了 不过说话不明是很讨厌的 所以就只能把话说完 那就是批评家是靠作家吃饭的 研究历史的人是靠创造历史的人吃饭的 在批评界有一点饥不择食的时候 金庸正好提供了养分 对了 你可能还记得 王硕曾经批评 金庸是很不高明的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 是以量取胜 连征了14体大馒头 饭量再大也能混个宝 当年也有学者对此表示不满 说金庸90年代到大陆来访问 专家教授们众星捧月的一样 把他围在该心 竞相表达敬仰 实在是犹如学术纯洁 其实这话要看怎么说 因为其中的很多教授都不是中文系的 据我所知 很多理工科的老教授 日常的唯一消遣就是读金庸 在校园里见到了活的 去围观表达敬意 那实在是很正常 人在爱好面前会放下日常的理性 说一些抒情的过格的话 爱好的意义就在于从理性里抽离出来一会儿 区别主要在于这个人是在专业场合之外 偶尔放下理性 还是从来就没有建立过理性 艺术史家乌宏在他的回忆文集报记里也说过 除了专业的书籍 他读的最多最熟的也是金庸 可以拿起来随便翻开一页就读下去 他和自己的老师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先生 平常聊天的时候 谈的最多的也是金庸 区别只是张光直同时也了解 更早的环珠楼主王杜鲁时代的民国武侠 这类现象又说明 金庸正好是各个受教育水平群体中 都合乎民意的文学话题 有道是人民群众喜欢 你不喜欢 你算牢记 是不是 起码在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里 很难遇到一个没有看过金庸的 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 需要说清的是 为什么所有人都喜欢金庸 又为什么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勉强算是读完了一遍金庸武侠 还是出于前几年写假行家说武侠的工作需要 在上线直播之前 课程主编李倩老师一再地警告我 不许把我对武侠小说不感兴趣 这句话说出来 我为什么总想说这句话 好像是老实 又好像是自以为是 请原谅我这种浅薄的虚荣心 王德维版的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优点 就是不定性只描述事件 有关金庸的事件 在全书下卷出现了两次 从篇幅上讲 这个戏份已经高过了其他当代小说名家了 这两次事件你可能比我熟悉 值得咱们留意的正是金庸和时代的关系 第一个事件是在1955年的2月8日 金庸宇宙的第一块拼图书建恩仇录 以报刊连载的形式出现了 在香港 这位31岁的扎先生 是一个每天为自己创业的报纸写稿子的媒体人 是一个携带着背景离乡体验的南来作家 现实的处境需要他收起离仇别恨 另起炉灶开辟事业和社区 而作为一个个体 他又需要描述和界定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金庸在这部小说里 以他最熟悉的浙江海营老家为原点 连回忆带想象 把地理疆域从江南、帝都 扩展到了香港读者们都不大熟悉的塞外、回江和戈壁 是由历史和想象、事实和虚构所组合起来的时空地图 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打碎 按照报刊的媒介特征和大众的接受尺度 重新做出排列组合 这基本上也是后面13部长篇武侠的共同风格 金庸本人是有很高的自我报复的 他起初不愿意多谈武侠 说那只是为了报纸连载和自我娱乐 后来读者们需要更多的是在娱乐读者 不过他本人的家国情怀、个体情感、强烈而冲动的情绪 也都被安放在了这些小说里 记述这段文学史的作者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宋伟杰教授 其中有一段很动人的描述 金庸是在香港这个借来的时间中 再一次的租借时间 租借前朝的历史和传奇 构建香港乃至华人语系世界读者受众 在冷战与后冷战时代的集体侠客梦 他也在香港这借来的场地里面 再一次租借场地 或者更确切地说 不是租借 而是反转被殖民者主宰侠制的境遇 凭借文学想象与武侠行迹翻山越岭 开疆拓育 重申中国想象 从五十年代开始 真正打动香港和海外华人读者的 应该是这种回忆中的中国想象 三四十年后 这些小说又开始打动 已经和传统文化产生断裂的大陆读者 比起严肃文学提出的那些现代的 后现代的问题 读者对于金庸武侠里所提出的 是进到家国大义 还是成全儿女之情 朋友之义 是出世还是入世 是选择庙堂还是归隐 这类传统文化和身份问题 倒是更有切身感受 我常常想 到底有多少人是从来就没有生活在 真正的现代社会的 也许金庸代表的才是中国人 对于时代的感受 不是他多么的想争馒头 是大众一直在寻找馒头 在这部文学史里 金庸的另一次出场是在1967年 在那次香港的社会动荡里 比较倾向左翼的金庸 也一路遭遇生命威胁 这个时候 他正在写他的第十三部武侠小说 《笑傲江湖》 比起普通小说家来 金庸的过人之处 是对政治问题 有灵敏的感受和分析能力 《笑傲江湖》里的隐喻是丰富 完整而明确的 抓住了很多纷纭现象的核心问题 描述出那些标签一样的观念 为什么会把武林世界搞得四分五裂 这方面我就不用说得太明了吧 你对于五月剑派和黑木牙知道的比我清楚 这一篇的撰写者是波士顿大学的刘易德教授 他说《笑傲江湖》并不是一部政治小说 与其分析金庸是左翼还是保守 不如把他看成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他认为盲目的极端的追求都会造成灾难 而且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寄予厚望 令狐冲是一个悲剧英雄 他理解人的价值和行动不能被简化为善恶的二元对立 作为明文正派的弟子 他爱上了魔教教主的女儿 开始理解过去思维模型里的巨奸大恶 也是俗骨凡胎 特别是其中还有自己的爱情 同时他目睹到他最崇拜的师父岳不群 被绝世武功的诱惑和权力腐蚀到了半人半鬼 最后他又没法超越僵化的意识形态对立 只能选择退隐 而江湖或者说是其中庄子所代表的这部分道家的意义 就是好像能够提供这么一条个人退路 我说好像是因为他能解决一部分如何自处的精神问题 但是好像不提供现实途径 也就是说比起道家成仙 我是宁可相信外星人的 有意思的是 如果金庸老先生还在世 我们用这些猜测去问他 比如日月神教组合起来 当然是影社名教 可是你办的报纸也叫名报 这到底是在象征什么 他八成会含笑不语 反问你说呢 我就用这个含混的场面来收述这一周的话题 阅读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我在前几个月的专栏里和你说过一个八卦 思想家哲学家李泽厚是不读小说的 因为他认为文学是假的没有用 而我认识的另一位思想家老先生 最爱问我最近有什么新小说可以看 我问他为什么会对小说感兴趣 他说好小说是含混圆融的 他研究和思考问题的方法 是用思维工具把现象切开 建立确切的论述 但那不一定是看待世界的唯一方式 文学提供的是另外一种图景 文学是圆滚滚的 充满了弹性 切不开也切不得 理解文学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全貌 经常会有这种段子 说某个作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语文考试里有关他的某篇作品的考题 我们暂且不论语文教育的问题 这个现象其实是很正常的 小说写完了就不再属于作者了 作者本人的解释权除了确定的事实 并不比一个读者更多 小说需要在阅读里完成 任何一种阅读 只要不是以罗织作者的罪名为目的 那就都是体面的 有人把小说比喻成飞翔的吸血蝙蝠 是从作者那里飞出来 吸取每一个读者的能量 人们共同完成这个没有被意识到的存在 进行中的存在 这是文学最本质的意义 通过个体来连接群体 也是从这个角度上 我选择了读者最多的 很可能完成度也最高的金庸 下一周呢 我还打算再介绍两个 有关武侠题材在当下媒介里的案例 期待你的不同感悟 我们下周再会